2018年 尼尼亚加达亚远会蓝篮比赛正式进入倒计时,蓝篮最终小组赛名单正式出炉,中国蓝篮的征程即将开始。 南篮小组赛开赛时间如下,8月21日17点菲律宾vs中国8月23日17点哈萨克斯坦vs中国本季亚远会,南篮一格一届连缺席,周琪、丁燕宇航、阿布都沙拉木、董汉林、于长洞、田宇祥、孙明辉、赵太龙、方硕、刘志轩、王哲林、赵瑞将代表中国队出战。 虽然这只是南篮的一霸实力,但是中国队的目标,只有一个就是拿到亚远会冠军,一雪前尺。 本届比赛,南篮的主要对手分别是A组的韩国队、B组的伊朗队、C组的日本队以及D组菲律宾队。 南篮能否取得好成绩,很大程度取决于周琪、丁燕宇航的发挥? 周琪、小丁参加过上一届亚远会的比赛,有丰富的大赛经验,且都有准NBA级别的实力。 他们的发挥将决定着中国队前进的方向。 周琪有着出色身高臂展、弹跳出色、移动能力强、有着优秀的协防能力。 是中国队内线最后也是最强的一道屏障。 进攻端投篮360度进攻无死角,投射能力出色,能够拉到三分线外出手,且有很大的威胁。 可以更好地拉开中国队的进攻空间,凭借着身高地窄的优势。 二次进攻能力不俗,但是,周琪体重偏轻身体对抗能力不足。 虽然在NBA经过一个赛季的训练有所改善,但是依然不够强壮。 希望董汉林与长栋能够分担防守的压力,让周琪有足够的协防空间,发挥自己的优势。 明年宇航上赛季在CBA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,在今年夏天也为自己赢得一份NBA合同,足以担当中国队进攻端的大任。 小丁世纪丁建辉之后新的拼命三郎,拼抢积极,突破果断,毫不畏惧拦下的身体对抗,并且拥有着很强三分投射能力。 土投结合是他的优势所在,在防守端,身体和心力量比较出色。 拼抢积极,恰为较为聪明和雄狠,但是脚步偏慢,一堆意识更多的是靠预判和体系,容易被突破,但是内线有防守出色的周琪镇手,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缺陷。 期待周琪、丁燕宇航等一批年轻球员,能够更快地成长,在本次赛事中闪耀光芒。 毕竟一见连也有着离开南岚的那一天,借用足球锦说员经常说的那句话,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,且行且珍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